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别问跨年热度哪家强 那必然就是看谁请的艺人热度跟专注度高的问题 在最近一份跨年热度热搜阅读量排行榜中 在跨年期间,排在前三的热搜榜中 我们看到了第一就是湖南卫视跨年晚会 其二其三就是王一博的念舞台 由此可见,王一博的热度到底有多牛了吧 甚至吊打了其他平台整台晚会的热度 没办法,王一博堪称那与热度榜的佼佼者 从来不缺话题度,人气更是史无空前的高涨 特别是2021年的王一博 持续性发力,让人惊叹他的国民度跟影响力 王一博是一个拥有无限张力跟火力值的存在 在主流正统的路上,更是深受大众的喜爱 特别是最近的作品,更是让王一博成为了热度暴风中心 他的关注度从来都居高不下的 如今的王一博,着实有点红得太耀眼 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受关注 脸上长点肉,都被大众各种平头论足 一首歌的变化不同,就会带着各种奇葩说辞 王一博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年轻有活力的男生 一个二十几岁的人,任何的改变都具有新鲜感 尝试过不同的风格,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哪怕饱受争议,这也是他应该去勇敢尝试的结果 他会在争议声中,汲取不同的养分 为自己未来的路,更加坚定地走下去 王一博,从他选择娱乐圈这条路开始 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他会被人连头发丝都被点评 所以呢,我们看到的王一博 更多的是,不对此做任何的评价 也从来在意过任何人的恶意重伤 毕竟他们并非真真正正地了解他 更多是拿他作为娱乐消遣而已 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性格,从来不给自己解释太多 只是一心一意地做着想做的事情 所以才会有粉丝,如此坚固不摧的支持 才会有长辈出来为他说话 因为他一直在用实力来为自己证明 也用自己的态度来抵消大众对他的偏见 这条路走下来,很艰难,也需要付出太多太多 王一博既然能够爆火 他完全可以做小红利 无需要这般辛苦 毕竟红了,资源就会提升 他只需要挑选何是自己的 没事多拍拍戏 营造专注力 跟外界保持距离 低调收获更多好评与赞许 但是我们发现 王一博却选择了独树一帜 他满怀一腔热血 选择了更多曝光度的综艺跟作品 把自己热爱的东西分享给大众 让小众的爱好 无论是街舞,摩托车还是滑板滑雪 都因为他而被大众熟知起来 甚至爱上了这项运动 从节目中被选手内涵 节目外大众的各种点评 王一博都欣然接受 他没有在改变别人 而是更多的在改变自己 从自身找原因 寻求突破 这是一个年轻一代人的态度 带着一腔孤勇 带着一份坚定与执着 别说这么多人喜欢他 皆因他值得 我对我们来不 relax